大家好,主演家,欢迎开车了吗?才解说这些情侣小,这声音就那么低人性啊,今天又来给大陆英雄联盟的第一视角了,而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英雄就是引流之主节的第一视角,当然这个先跟大家这个打预防针啊,因为这场比赛呢,这个表现过分神勇,以至于呢,比赛时间有点短小啊,但是呢,我相信这场比赛虽然它很短,但是你看完之后绝对是可以旋转的啊,那好,这个多多不说了,我们开始看这场比赛。 突杀,好的,这个比赛方面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是发生在电信一区爱欧尼亚的一场178百分的排位比赛当中,而我所使用的英雄就是引流之主节啊,一会呢,我将会让大家看到啊,我是怎么旋转的,不过呢,今天我相信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呢,应该已经发现了啊,小智的视频前呢,竟然没有了广告,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了广告呢? 啊,其实是因为我最近呢,聆听了大家的呼声啊,没事我就会去看留言啊,经常会看到有些人跟我说,小智我要为你生孩子啊,然后呢,也有一些人说什么,啊,这个小智啊,我爱你,真爽啊,然后还有这个更刺激的啊,极客不愿能能就在那里说啊,说小智,孩子问题打掉了,你安心去解说视频吗? 但是说实话,虽然我觉得这个事不是我干的,但我心严接受啊,那后来时候呢,我看到了一条,这个更令我震惊的留言啊,就是有人说呢,普遍对这个最近优酷网呢,拍的那个60秒长的这个广告呢,这个产生极度的反感啊,说小智你看那个优酷网那么长的广告,你的广告还一分钟,真是看的很不爽啊,后来呢,我就考虑到大家的观感,考虑到观众朋友们的观感,所以呢,我决定啊, 把自己的这个片头广告呢,拿掉,来让大家呢,这个好好的观赏一下视频啊,这个,让大家用一个好心情来看这个视频,所以说到这儿,是不是很多人都已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我也被自己感动啊,你说一个三区的孩子,所谓的主要来源就来自于淘宝店,一个月挣了两三千块钱,但是我竟然为了大家的快乐啊,牺牲协我,完成大我,拿掉属于我自己的淘宝店广告,来呢,这个,让大家更加的开心, 所以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什么精神,雷锋也不过如此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经常被自己感动啊,有时候睡觉睡到一半啊,我突然一脸泪水的惊醒,立刻拿出镜子,对着镜中的自己说,小智,你真是一个令我感动的男人啊,如果我是女孩子,就跟你搞网恋啊,嘿嘿,对吧,这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建胜跟我浪,但是这时候,他低估了我的伤害, 直接一下子啊,FB医学啊,还有谁,对吧,我是有多猛啊,那当然发型有点乱啊,我整理一下,这个有点凶残了啊,当然这个大家请记住啊,不管你跟结对象也好,或者说你玩结也好,结的二级的时候,绝对是一波强势机,基本上能够带走大部分的AP英雄啊,所以这个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继续来观看比赛啊, 这个,现在呢,由这个当代的雷锋啊,小智继续为大家解说英雄联盟的第一视角啊,不过这天呢,我看留言啊,也看到了一个令我痛苦哀嚎的消息啊,就有些人会不怀好意的在那里说小智,小孟和东阳搞到一起,嘿嘿嘿嘿,这听着他在隐荡的笑声啊,显示他几张高潮的表情,我这气就不打击出来啊,但是,我说实话啊,这当我听到小孟和东阳搞到一起的时候呢,我, 一点都不伤心啊,所以,我只是在这里默默的祝福他们啊,所以我,这东东啊,表妹,友侯啊,这小智在这里呢,也祝福你啊,因为小莫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啊,这你能够和他在一起呢,证明你很有眼光啊,这虽然,这比我就差了那么一点啊,不过这还是祝福你啊,也然后,也祝你们百年好和啊,然后小莫呢,这咱们两个也是, 咽着这么久了啊,都是好朋友,呃,既然东阳选择了你呢,那这个在这里呢,就,呃,祝你们呢,早日这个不孕不遇啊,不是这个早日这个,早早生跪迹啊,早生跪迹,哎,真讨厌啊,差点说实话了,这个,哈哈,这个我们继续来观看比赛啊,这个刚一不小心说了实话啊,然后也有些人经常在那里说啊, 小镇你真没风度啊,难怪人家小莫当年是在视频里经常提你,而你在这个视频里,连小莫一句话都不提啊,但这个你们是误解我了啊,真的是误解我了,因为,那个我就是比较低调的一个人啊,不喜欢这个种男人,我这个同行看了一笑啊,但既然大家都想叫我提一提小莫啊,那我就讲一下属于我心目中的小莫是一个什么形象啊,其实呢,莫哥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孩啊,这是实话,你看他做的那个视频, 那视频啊,那视频做的真的啊,就真是不怎么样啊,但是即使他视频做的不怎么样,但人家小莫就是一直在坚持的啊,哈哈,然后那个,对吧,但是人家小莫也是有优点的啊,就是小莫最大的优点就是长得帅,这点是实话啊,长得真帅,你想想胡早无情龙就够帅了吧,我能够成他长得帅点,那长得一定也是很很不错的啊,小莫这人长得就很帅气啊,这个风流倜傥啊,一看就给一种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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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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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因为当初是我们两个算是几乎是同一时间啊 来解惠英雄联盟 然后呢那个当初刚进那个圈子的时候啊 也是一部雪泪史啊 那个时候小莫呢是这个这个天天的 这也是愣头愣脑的啊 然后我呢也是成天挨其他几个欺负啊 所以这个就彼此呢这个走到了一起啊 然后后来呢一起去了上海啊 也算是这个到上海嘛下马问前程啊 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住的更好啊 然后来到上海之后呢 这两个人呢也是住在一个房间里啊 然后后来呢我们上卫生间的时候呢 这个我就觉得上帝是公平的啊 因为这个哎呀我就不多说了啊 你上帝就公平就对了啊 你只要记住上帝是公平的就行了啊 你长得那么帅啊 然后这个还不能旋转啊 对吧那时候就一起上卫生间之后嘛 我们就敞开了彼此的心扉啊 一起聊了很多事情 而且我觉得小莫这个人呢 也是一个很文艺的一个青年啊 这个我们一起去饭店吃饭嘛 当然也没什么钱 也吃不了什么太好的东西嘛 然后就随随便点了几个小菜啊 但人家小莫把菜点的就很文艺啊 那当时呢我们点了好多素菜嘛 就一两个这个素菜不敢点肉的嘛 怕那个吃不起啊 因为小莫呢就后来是说 咱们也不能太丢人啊 就把代表英文联盟出来了啊 所以那就适当点一点呢 这个这个昏形点的东西呢 也是可以的啊 我说那行吧 我说那莫哥你来点啊 小莫也就说服务员请过来啊 这我们要一盘猪妖子的救赎啊 当时服务员都傻了 说这个浓缩什么呢 我不懂 然后他说说我要的是大妖子啊 所以你看没有 小莫就这一点啊 非常的稳意 当然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小莫呢现在也成为了 这个英雄乃盟知名解说啊 然后尤其这个 这我开始会了啊 这个呃 现在小莫呢 这个百度收拾也进了套布什了啊 结果就有一些解说不要脸了 在那里说是黑 你小莫啊 所以打的又不好啊 解说的又那样的 这个非常淫荡啊 这个普通话都说不明白啊 大蛇狼鸡的啊 在那里你点击力怎么能就能高呢啊 他就不想想 他的破视频做的怎么样啊 你人家小莫追马 绿色健康小清新的解说啊 然后呢 这个追马人家视频 给你一种这个快乐的感觉啊 你不想想你的破视频做的什么样子啊 在那还黑人家小莫啊 这就很讨厌啊 一共就十个人跟你留言啊 就底下就十条留言 其中的这个九个人在那里骂你啊 就有一个人怕你显不开 在那里说什么啊 你不要太在乎别人的想法 他不说你不要在乎别人的想法 他说你不要太在乎别人的想法啊 这话什么意思还不懂吗啊 然后他就误以为说有一个人在那里支持他 哎呀 就说什么 即使全世界都在那里骂我啊 但有一两个人支持我就足够了啊 你说你得多致死 你有考虑过其他人的感受吗 对吧 那这很讨厌啊 很讨厌 我这个就不多提了啊 其实是谁呢 我就不说了啊 那个人的这个黑过好多解说啊 而且最讨厌的是他还 那个难解说啊 那个难的 还还给人这个很 这个很很善良那种感觉啊 这很讨厌啊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下落发生了屠杀 我现在准备去织网的队友啊 但是我发现追不上那个剑上啊 我准备搞死他 因为我玩一款经典的游戏 叫做伪行三啊 所以我已经预判到了他的轴位 现在我准备弄死他 弄不死你 我就不是世界级中单 那好 这个 好啊 观众朋友们 这个 这剑上子竟然逃跑了啊 这么他也很厉害啊 他也很厉害 那个 我们继续来弄啊 继续来搞 不过呢 这个前几天呢 发生了一件事啊 在写末身上 对我触动很大啊 也就是 那写末吧 他原本解说 真三国无双 那款游戏啊 也是真三国无双 很有名的一个解说啊 然后结果呢 这个 写末呢 也就回到了 他当年是解说 真三的那个游戏工会啊 那个去看一看 说这个 看一看 说这个 过去的时候那些 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 在干什么啊 然后写末就回到那个工会 回到那个工会之后呢 结果到那个地方呢 被鲜花触涌着啊 无数的人都在那里欢呼啊 小默终于回来了 当年时候我就很喜欢你啊 结果现在你在英雄连蒙 也成了这个知名解说了啊 真了不起 这当时我就想不开了 我说小默在这个 他们那个一 真三国无双 能受到那种待遇啊 我要回到过去时 那个我解说那游戏的某个论坛里面 那些人经常骂我啊 我说 他至少我回去的话 他们不会再骂我了吧 至少就不说骂我 我至少能说点 你让我开心的话吧 我就这个想不开了啊 我就跑到那个论坛 我这接了一个小号啊 我发帖 我现在小智在英雄连蒙 解说的也很好啊 我这个 他现在点击率好像还很高啊 然后结果呢 这玩意就如仓烤饼一样啊 但是哎呀 这长天无眼的 怎么能让这个家伙 这个点击率就高了呢 这当时搞得我就很郁闷啊 我这怎么能这样呢 我至少我这也是 出去了嘛 这个搞出一些事情啊 这个也算是这个 给没给承海丢言嘛 然后这帮人就在那里骂我 这弄得我就很很很不舒服啊 我当时是 尤其是最最讨厌的啊 就我发那个帖子之后啊 一共十条丢言 九条在那里骂我 就一个人怕我想不开 是吧 那小智啊 这个如果你真看了这个帖子的话呢 我劝你啊 这个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想法啊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当时的时候我就 后来我就想不开了 我就想开大号去回帖子啊 我说即使那么多人都在骂我 但只要有一个人支持我就足够了啊 后来我想有点不要脸了啊 我就没去发那个帖子啊 当然这个我说的只是那个论坛上的 人的一些看法啊 我不 这城海大部分的这个呃 过去看我视频的那些观众呢 还是在支持着我啊 这谢谢你们的这么长时间支持啊 我呢也就不多提了啊 这个游戏呢 成为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几分时光啊 这个当然英雄烈蒙现在也很快乐哟啊 那好 这个现在我们继续来观看比赛啊 那刚刚的这个 我就想问一句话啊 我到底是有多猛 我来到下路啊 下路已经被我变成了银剑炼狱啊 直接来的是双杀 你说我是我得多厉害啊 我自己都爱上我自己啊 那好 这个我们就不多提了啊 然后现在继续来到处搞事情 顺便呢 给大家讲一下啊 这引流之主杰的这个玩法啊 当然了这个杰这个英雄的说实话啊 呃 我是喜欢主义复达的那种加点方式 然后呢 这个至于说 这个有些人说 是不是他喜欢主义复剃啊 这就看各人的喜好 但是由于我考虑到杰的这个能量有限啊 所以呢 我个人见还是主义复达 这个比较好一些啊 然后天赋和福尔的话呢 天赋2190啊 然后福尔的话呢 我喜欢带这个攻击力的啊 不喜欢带那护甲船头 因为我感觉太虚无了 然后现在我又准备来到下落啊 准备来到下落高层 但是这时候机器人竟然拉了我下啊 那现在我直接大刀开启 准备弄死对面的票了啊 这ADC又被我弄死了啊 我到底是有多猛啊 这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啊 绝对改变大家 我在大家心目中的想法 这时候我们的队友又准备上了啊 那现在我又一起弄死了 对面见上机械再次拉到我啊 这机械是有多爱我啊 那现在看一看 我准备搞死这机械 但是这是好吧 放放他一条生路啊 我就不多提了啊 那好啊 这继续来弄 然后 这个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对我们呢 一共是拿了十个人头 其中有八个是我拿的 好啊 这刚刚那一段呢 大家可假装没看到就行了啊 然后这个 就是说 这个节呢 还有一些线上的打法的话呢 我觉得这场比赛 我打的已经是够多的了啊 这线上如何单杀了 如何游走了 这些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了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还想再问更深一层的东西的话呢 我只能说一句话啊 这个 这个游戏呢 只可口交 不可 不是这个只可议会啊 不可言传 不可言传啊 所以那个 大家就自己来看就行了啊 尤其现在这个局势这么顺 如果要换成一般没有截钞的人会怎么做 那一定就已经出了一把这个撒银刀 到处的游走杀人了啊 但是呢 我是比较有节操的啊 所以现在呢 我买出了这个比较正常一载的装备啊 出的是这个银血剑和轻语啊 当然这个 有些朋友也经常会问啊 说那个 截这个人怎么出装备啊 但截这个出装备是多种多样的 有些人呢 喜欢出这个破败王者之案 然后呢 也有一些人呢 喜欢出这个 走隐魔刀轻语的路线啊 但是呢 我就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点 就是什么 首先必须要先做出残暴之力 这是没有什么这个态度说法的啊 然后做残暴之力之后的话 我个人是喜欢走这个银血剑的路线啊 然后呢 如果说打的对面的这个IP呢 比较强力的那种IP 像什么阿尼啦 这些 就线上荣誉秒言的那种IP的话呢 我建议是出这个引魔刀之后 再出一把轻语 就跳过这个银血剑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呃 线上的话也是有很大优势的啊 当然这个 我个人是喜欢这个银血剑轻语的路线啊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天使呢 被我们的队友给抓住啊 那漂亮已经秒掉了啊 然后在这时候 我看到大狗熊肘击的三郎子草虫啊 那我准备弄死他 我准备直接开始大张秒的他啊 让大家看一下狗熊的血量够多了吧 那现在我让大家看一下结的伤害啊 然后漂亮 直接就给他搞死啊 你可以看到这一套技能 打的是有多星云流水啊 一点都不通灵在水啊 现在我们的队友又开始跟对面搞上了啊 那现在我看一看 能不能弄死对面的这个剑胜 好像呢 又是杀了了剑胜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基本上 比赛已经是处于一个碾压的状态啊 而且大家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啊 一共拿了十三个人头 八个人头是我拿的 而且还拿了这个两个助攻啊 就等于十三个人头呢 里面有这个十个人头 是和我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啊 所以我就不用说了啊 这场比赛究竟是谁带领团队走向胜利的啊 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啊 公道志在银心啊 那好 这个我们继续来弄啊 但是在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啊 对面呢 已经开始这友人要报复社会了啊 站在说让我们去中推啊 这种人就比较讨厌啊 我打这个素材吧 最怕就是遇到这种人 你平时我打挺好的话呢 就怕这个打两下 就一下把对面撒崩了 对面就看殃了 你们看这个中推吧 我们不打了 让你直接拆掉啊 然后十多分钟就结束 那有这个比赛呢 就不能发了 太短了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的这个多一点坚持啊 多一点坚持 不能说因为这个自己的队友这个被打爆了 然后就站在那里不断的抱怨啊 你适当想一些解决的方法 尤其结这个英雄呢 他这个有一个弱势期啊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你打结的话 最好就前 因为他就是前期和后期忙 他中间有的人是弱势期 你前期只要保证不死就行 尽量不要被他撒掉 呃 这打结的话 最好是带这个不甲午红出门嘛 这中单的AP啊 所以说 呃 不要这个死太多嘛 让结要起来的话 他就可以安全度 他那中间那个区域了 他有一个终极是很很不厉害的一个时期啊 是这个 那样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 又一次弄死了对面的这个剑上 然后我们潘森呢 也跳了过去 我这大刀准备搞死对面的这个呃 益猜啊 然后由于益猜呢 现在也是被我的大刀给搭中之后呢 有那个大刀的效果 说益猜也是被暴死了 要现在看一看啊 这时候呢 我又准备搞死对面的天使 天使已经没有这无敌了 好像呢 又是杀掉了天使 那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啊 三杀啊 三杀 得多猛啊 然后杰中间不是有一个 那非常弱势的期间吗 那个时候的话 你们可以这个强势反击啊 把对面打爆就行了 但如果说一定要打到后期的话 我觉得其实说说 就即使真的到了后期的话 杰还是有一定缺陷的 你只要利用好杰这个缺陷就行了 杰毕竟他切眼的话 他需要这个切进去 然后扔一套技能再出来 才能秒到对面的眼 如果他切进去的话 立刻就被控制住的话 那我觉得 基本来讲的话 那这个杰就已经是死了 尤其杰后期的时候 即使出了这个狂毒铠甲嘛 杰的出装 不是这个残暴 银血 清雨 然后这个狂毒铠甲 和大隐魔刀嘛 但是即使他出了这个隐魔刀 和这个大狂毒铠甲之后的话呢 他还是有点脆的啊 因为毕竟抗性不足嘛 所以说你只要 说技能 技能激活他的话 他还是会死的啊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我在选择就能出什么鞋啊 这已经做出清雨嘛 刚开始说 我就想选择这个 呃 八百五的水银鞋 但由于水银鞋呢 对面已经是被我们打了点 这个不像样子了 而且他们那个控制能力 还是稍微逊色一点啊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 呃 武术鞋啊 就是他那个 呃 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对面控制能力不强 所以还不多增加一点银速度啊 一个鞋的鞋的选择呢 我个人建议是武术鞋了 或者说这个八百五的水银鞋啊 这就根据对面的局势来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 那现在看一看我们中单的队友呢 这个潘森又在那里浪啊 看看鞋鞋 哎呀 这还没够中啊 这挺搞笑啊 那现在我又来了 毁灭世界的鞋 准备过来了啊 那现在看一看 这时候呢 我先不冒烟扔大招啊 然后呢 由于这个现在天使呢 不是已经扔出了这个 呃 自己的那个呃 护盾之后吗 扔出自己的无敌护盾之后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再一套技能打过去啊 这天使直接就被我秒杀 你可以看到 截现在的说伤害是多高啊 尤其出完轻语之后 这个伤害基本上已经用恐怖来形容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所以说你就前期的时候少死一点 如果这剑上前期是打的骚 为什么一点 他不肿那么死的话 那估计他们也不至于说 打成这个现在这个局面啊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直接是散现过去 扔出W 然后呢 又一个E啊 然后在W A下再给一个T 这样一来的话 直接就把机鞋给秒掉 你可以想象 现在我的伤害是有多高 对吧 所以截这英雄绝对值得你一练啊 虽然说这场比赛的这个欢乐的时光 总是这么短暂啊 已经接近了尾声 但是我觉得 我把这个应该表达的中心思想全部传递给了大家啊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这究竟这会儿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结果 而且现在呢 我已经是这个时事杀零死啊 这基本上现在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句 还有谁谁能去我一死 你知道吗 那这个现在我们的皇子要死了 皇子要完蛋了 但是这个我们就不救他了啊 基本对面已经是这个败局已定啊 然后现在我是看一看 但是我们的保时还在那里浪啊 还要等待一些机会 鸡鞋就来了 直接大刀过去 然后一个亿啊 然后现在这鸡鞋基本就已经死亡了 好呀 那鸡鞋暂时死掉 那这样的话呢 我已经超神啊 无限超神 无限超神啊 嘿嘿嘿 那好啊 这个 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这场比赛打的 但是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 这对面绝对是这个排位赛 这个有很高分数的 就是有1800 1700分的人啊 这不是说这个纯虐菜 这你也可以反正怎么说呢 主要这场比赛 我把节奏带得太完美了啊 这也怪我了啊 不应该这表现的太神勇啊 又一样大大 这个大大力说什么 小志又虐菜了啊 其实打2000多分的话 也可以用节的 甚至现在高分段 有些还要搬节啊 节的英雄绝对值得一用 我是一个比较这个负责任的结束啊 现在好吧 我终于死亡了啊 最后的时候呢 结束了我罪恶的一生 然后现在黑鞋也出来了 出来之后的话呢 下一件我正在思考 就能买什么东西啊 但这个时候呢 我选择买大药袋 买大药袋的话呢 这个增加一定血量之后的话呢 你想想既是一个赤克 又是一个半肉 那这个时候对面会拿你怎么看 对吧 3000多滴血的这个节 那只要一套技能进去之后的话 搞不好这个对面 就稍微输出皮远一点 或者没打没急火 我的话 那我就能够逃出来啊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攀身 现在也是开始萌些了啊 又一个剃弄死了对面的盐 那好现在对面老家呢 即将就要被拆掉啊 那好这个小镇呢 再是毁灭了世界啊 这个接下来呢 给大家带来 大家最喜欢的淘宝推荐环节啊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老家即将就要爆掉啊 那现在看一看 哎哎哎哎 好漂亮啊 这已经是拆掉了 那好 那个给大家带来呢 大家最喜欢的淘宝推荐环节 以及这个视频留言 互动环节 好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淘宝推荐环节啊 但现在呢 小镇是在深夜 为大家讲解这次淘宝推荐环节啊 通常我们在深夜呢 都喜欢给大家讲一个鬼故事 那我也来给大家讲一个恐怖的故事啊 曾经有一个 好啊 这我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吓了一跳 嘿嘿嘿 对不对 那这个正经一点啊 来淘宝推荐环节 那好观众朋友们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款键盘 就是我本次力推的键盘啊 复仇者149元就可以买到的这款高性价比的键盘啊 你可以看到 首先他第一点 他两侧以及上下都有灯光 并且这个键盘也是背光的 而且他左侧还有几个功能键啊 六个红键 就是你可以随意设置成各种各样的按键 而且上面呢 还有多媒体的按钮 哼 多么帅气的一款键盘 今天只要149元 观众朋友们 你们还在等什么 对吧啊 尽快来买吧 就是复仇者啊 然后紧接着这个右边呢 有三个鼠标啊 这三个鼠标呢 就是这个大家最喜欢的三款鼠标了啊 这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大家最熟悉的灭神啊 这才只要79元 而且大家可以信我一句话 你要信我 手感绝对非常的不错 这款鼠标非常适合中型 就是中大型手的用啊 而且销售型的用盘呢 又不会觉得过分的大 所以这非常非常的 对我的感觉 手感是非常不错的啊 然后呢 这个紧接中间那款的 就是木马炎啊 这功能异常的集权 而且售后有保障 一年之内只要你在我店里买的啊 不管你什么理由 我都给你换新的 懂吗 看着我这件事啊 然后呢 这个紧接呢 这个第三款的就是 我认为性价比最高的 这个嗜血狂的鼠标啊 这个鼠标呢 价格还不贵 而且呢 它的功能也十分的齐全 内在64颗记忆体啊 只要你一次编程 可以在硬盒地方 都可以随时的使用啊 那好 这个等一下整理一下 发型有点乱啊 那接着呢 就是另外两款键盘 一款呢 就是这个 呃 100元出头的啊 这个性价比 非常高的 我们的狼猪龙牙背光键盘啊 那另外一款呢 就是高端一点的 机械键盘 这个机械键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NEO Color出的 这个机械键盘啊 四种原色功能选择 但是这个键盘呢 还是黑轴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紫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那我就不多说了啊 然后呢 这个 并且还有一款耳机 这个耳机呢 是什么耳机呢 没有错啊 就是我们的 这个 素美科的耳机啊 这耳机呢 这个价格也不贵 而且呢 这个外形很时尚啊 并且呢 这个 小志呢 也是一直在用这款耳机啊 来录制视频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声音也不错 天赖版的声音啊 那多的 我就不说了啊 然后呢 今天的淘宝推荐环节呢 就暂时先 哎 等等 还有零食 没有推荐 稍等一下 零食 马上来 观众朋友们 你们看 这一小包 神秘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没有错 这是我承诺给大家的饺子啊 饺子形状的饼干 你们看 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产品啊 如果你看了我的视频 还喜欢我那句好吃拨饺子 好玩拨扫子 这句质地有声的鸣言的话 那你不用错过的一款饼干 就在小字和JY的淘宝店 那好 今天的淘宝推荐环节 到此结束 接下来我们来看视频互动的奖品展示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啊 接下来介绍一下 这个视频团互动的奖品啊 这也是我第一次为视频团互动的奖品 做实物拍摄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张马斯所送出的奖品啊 这些鞋子以及衣服啊 你可以看到 每一件都非常的漂亮和时尚啊 并且呢 这里呢 主要给大家推荐一款 这个荧光色的鞋子啊 你看非常的帅气啊 而且呢 这个外观也很精致 也很阳光 很时尚 穿上它 我就是阳光男孩啊 因为它还很贴心的 这里还送了一个白色的啊 这个鞋带 你可以看到啊 两种鞋带供你选择啊 那好 这个多多不说了啊 这个接下来介绍下一件 这个视频团互动的奖品 另外一件奖品呢 就是由七克拉提供的啊 iPhone4或iPhone5的 精美LOR主题手机壳一个啊 这个手机壳非常的好用哦 那好 这个接下来我们公布获奖者的名单 好 接下来恭喜这三位幸运观众啊 获得这些奖品 前两位呢 获得的是由这个扎马斯提供的衣服和鞋子一套啊 然后呢 这个最后呢 一位观众呢 获得由这个七克拉提供的手机壳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结束 谢谢收看啊 我是小智 谢谢观众